喂 请问是萧奈吗 对 你是 学长 你好 我是孟依然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是关于贝薇薇的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比较好 要不我们约一个咖啡店见一面吧 我没进去 喂 喂 喂 小奶 你说 你爸妈回来了吗 还没有 这次工作难度有点大 可能要多待一两个月 你现在还住在外面 不够不远 李叔 我先走了 好 走好 走吧 小奶学长 我 我听说你在附近花园跑步 所以我过来看看 没想到你真的在这儿 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学长 等一下 昨天你为什么挂我电话呀 关于我女朋友的事情 我不想从第三方了解 那这个你也不感兴趣吗 我就是觉得自己看着我眼 觉得耻辱 我自以为聪明 居然没看出 不认为是这么一个水星眼花的人 过去的就过去吧 本来我室友拍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要发到学校论坛上面的 后来被我阻止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女孩子 不管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但是现在这种视频 如果被大家都知道的话 那对他伤害太大了 但是我更不想你被欺骗 我们明明在游戏里也冲事已多 可是她在现实中中和相待又好了 难道游戏里就不算数了吗 游戏里就可以玩弄别人的感情了吗 我会变成为了 对 こう说一切 我会变成为了 跟我们的感情 我会变成为了 我会变成为了 非常难看的 我会变成为了 好吗 我会变成为了 完了 完了 看来二喜真生气了 但杨二喜的性格不至于呀 喂 我在楼下下的是早餐 这么一大早就有紧急的事情啊 删除垃圾文件 视频呢 难道必依然删除了 昨天你社友还是生气了 你看出来了 这二喜平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 是不是小语家族他们做了什么更过分的事情 看来我昨天太便宜他们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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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这是什么 我们明明在游戏里 已经是一端了 可是她在限制中 如何 肖奈又好了 难道游戏里就不算数了吗 游戏里就可以玩弄 别人的感情了吗 这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说 她的确跟我表白过 但我当时就拒绝她了 不可能跟她在游戏里面 纠缠这么久 她怎么能这么无中生有 胡说八道呀 太过分了 删掉吧 什么 今天早上 孟宇然拿着视频来找我 说是她的社友 无意中拍到的 我删除了她手机里的视频 复制了一封到我自己手机里 这应该是最后一份 这应该是最后一份 孟毅然 她怎么 葳葳 也许让你知道这些 会增加你的烦恼 但是我想 你也许更愿意 自己解决这些事 这件事本该你来处理 不过世界上关注的人太多 我想还是速战速决为好 小奈 我突然想起一个人 谁 他叫 遗孝奈何 你认识吗 我发现 你跟他很像 是吗 不大声 什么时候可以约出来见起来 现在就可以 视频你也发我一份 我去找曹光问清楚 他一次又一次地污蔑我真是够了 一次又一次 我不是给小杨当家教吗 上次被他拍了 小杨妈妈开车送我回学校的照片 暗示我与车主不清不白 还好他马赛克的照片 看不清我是谁 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次又污蔑我脚踏两只船 真不知道我哪得罪他了 需要我一起吗 不用了 你输出太强大 我自己能搞定 回头等二喜气消了 我找他要曹光的电话号码 我先准备麻袋还有木棒 你要是打人的话还是带上我 你要帮我啊 想多了 我最多帮你放个风 要是你打不过 再帮你出手 对了 对了 下午我要去小杨家一趟 怎么 他暑假旅游去了 刚刚回来 让我过去拿礼物呢 差点忘记了 好 我开始送你过去 OK 节目